白色特斯拉行驶在国道内侧车道 车速相当快 但没想到前方有工程车再施工 下一秒 正当旁边其他车辆以为几乎要撞到的时候 千军一发之际 特斯拉驾驶突然急速拉车头 切到隔壁车道 惊险避开车祸发生 成功闪过工程车 这一幕让看到影片的网友讨论 这到底是自动辅助驾驶系统还是人开的呢 当我们开启自动驾驶的时候 车子在自己行驶的状态之下 它会撤到自中 如果开在自动驾驶的状态 它应该是会停下来 而不是这样的散避 这是我碰到的经验 网友留言自动驾驶嘛 自驾好强啊 不过开过特斯拉的驾驶表示 透过行驶路线和最终的结果来看 这是人在开的 是反应不及的闪避 而过去也有民众遇过类似事件 车内话 那其实有点像迷雾车是这样子 都乱成一团了 对 饮料都已经飞着乱七八糟了 整个是惊恐啊 所以他以为要失控 遇到大转弯 自动辅助驾驶就真的只是辅助 还是得靠驾驶自己来 就是再看一次 这国道上的这一幕 真的是一次神啦 惊险闪过死神 再次云章 新清淘导 儿子 正模犯 就这么軟麻 beyond